今次就邀請了VanMan幫我一齊試一試 51.2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先生 今次來講 我是請到VanMan幫我一齊合作一個節目 試一下大家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很少喜歡模特兒 自從上一次領完整的模特兒 FanQ老闆就喜歡叫我再試一下這個模特兒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通常都是街拍多 或是廢墟 或是廢墟 還有一些死物的東西多 所以實際上還有一件事 就是今次來講 因為上一次我看到Law記 拍攝了一支53.2的鏡頭 那我上過後就說很漂亮很好 我自己又想試一下 還有一支53.2 看看拍攝的感覺如何 給大家比較一下 看看相片的效果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VanMan VanMan你做的模特兒是多久 差不多兩年左右 差不多兩年左右 那你怎樣入行嗎 是朋友介紹工作給我入行的 朋友介紹工作給我入行 那你有沒有跟到模特兒公司 你是怎樣人 之前是有簽到模特兒公司 但現在是自由生 自由生私事 自己接工作 那你現在也是一個全職 是全職的 所以我有空可以隨時找我做事 好 那你就要留下個模特兒公司 就知道給我們了 那我們在電源後 我們就再過出來 好 可以找一下VanMan 我覺得感覺更加好 因為第一件時 這支鏡子實在 就輕身很多 又細緻一點 還有對焦環來講 沒有一個直徑那麼大 可能中國人的手 不跟外國人的手 那麼大隻 變了它就很好拿手 再加上一點二光圈 但雖然Lock大家都明白了 對焦在旁逐機對焦 一定有些困難 所以就有些練習了 當我全開光的時候 它那種夢幻的感覺 就完全是跟其他 之前那幾代的Lock 出入的 那散景變得大有雪 還有老鏡的味道也很重 和之前的 那種感覺 是完全是兩個世界的相片 那這支鏡子 我亦發現 假如你不下遮掌 都可以用來拍攝 那這支鏡子比較上 都很理想 那這支鏡子 又不會像舊鏡子 即是之前很舊的鏡子 就有些廢話現象 它完全沒有這支鏡子 如果是日光下影 我可以建議大家 可以嘗試一下 加一塊ND Builder 在前面 能夠做到一樣東西 可以全開一點二光 比較上可以的氣氛 和我做到的想做的散景效果 都會比較好 還有當你是室內 或者是低光了夜晚的散景效果 我留意到它的色彩表現的威力 是比其他人強的 對 很漂亮啊 我的顏色都很漂亮 很油 你喜歡就可以了 最緊要 對 這支照片我們會給你的 好 謝謝 那這次很感謝你 好 不用客氣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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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